四月一天在当时赶日分站就看到非常多的客人在电视骑驾驾驶 因为七百个月的客人也有时间来扛机车进转 暑假期间参加机车考试的大概都四五十位 比平常多了大概有三四倍以上 大部分都是学生族群啊 就是刚满十八岁以上 然后他们就利用暑假的期间来这边考试 大部分的客人表示是特别利用暑假 有他们的时间来扛机 特别利用暑假来考 我现在大饿 所以特别利用暑假来考试 就暑假比较有空啊 比较多时间 当时赶日分站的分站中表示 现在扛机也特别当时打红乡丁 民众扛机若是没打红乡丁 一个人就扛八分 没错也是希望扛到尽职民众 可以注意行车的安全 呼吁说青少年朋友在暑假期间 如果骑摩托车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 比如说在转弯的时候 要记得打方向灯 告知后方的车辆 摩托车子要转弯 以免发生危险 除了提前民众行车最安全以外 在机车的部分 要新的规定需要特别注意 十年以上的老旧机车 如果说没有来监理机关办理报会的话 它的机车的燃料会一直累计 造成你的负担 所以说请车主 家中有不使用的老旧车辆 尽快到监理机关来办理报会 或者是说目前有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 也可以来办理切解报会 骗博多拜对一般民众来说非常方便 不过除了方便意外 也要注意到改机的安全 多一分的注意和小利 可以减着一个意外的发生 吉家公商品 彩虹不得